名稱的話呢,就是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這個sheet瓜糊 瓜糊幾的話,特別注意 是第幾個,那原則上因為我們是加在後面,所以請你把這個數字改成2 因為我是 來源是根據第2個工作表 取得名稱,因為本來放前面,現在我把它改成後面,所以 這個1就是第1工作表 那因為我是放在第2工作表,所以把它改成2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的資料來源呢,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 這個是 前面的一個範例是在C欄 取得名稱 那現在我把它改成在A欄 請你把它改成A OK 那這地方特別注意,這個是有修改過 把1改成2 把C改成A OK 好了,最後的話呢,那篩選資料的部分有沒有 其實這個可以留下來 篩選的方法特別是要 清掉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 把小命的資料 從資料庫裏面 撈出來 撈出來的方法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其實 請各位 善用這一行 這一行語法非常的重要 這一行呢,實際上呢就是 我如果要 從 資料庫裏面要資料的話 就用這一行就好了 所以這一行非常的簡單 那其實很多書裡面寫好多行 但是我最後發現 就這一行最好用 因為一行搞定一切 把它copy一下 copy之後呢 你就貼到這邊來 好 好,那我要做什麼動作呢 其實把那個後面 C口語法改一下就好 我要的資料是什麼 就是從那個問題 有沒有 從問題9裡面呢 找到小咪的 業務這個欄位裡面找小咪的 所有東西幫我撈出來 那撈出來我要怎麼撈 然後特別需要下個語法 語法的部分 請特別注意 slate後面 我要所有欄位 所以請你給他一個star star就是所有的欄位 每一欄 反正他有一百欄就給我一百欄 他有十欄就給我十欄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呢 from什麼呢 謝謝